大众CEO 特斯拉生产一辆车只要10小时 我们要将其视为竞争对手 IT之家 11月8日消息 大众CEO Hobartides在给他的管理团队的一份新说明中表示 大众需要更像特斯拉 Electric Canal of Hobartides向管理层发表的演讲 其中详细描述了 他将特斯拉视为大众主要竞争对手的原因 Hobartides表示 长期野爱 特斯拉一直因其汽车的软件 续航里程和加速度而受到赞赏 但在质量方面存在问题 但现在 特斯拉正在快速学习 质量越来越好 客户反馈越来越积极 在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 特斯拉希望通过7000人生产500万辆汽车 并且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生产力 IT之家了解到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长期野来一直表示 制造将成为汽车制造商的主要优势 此前其产量远低于大多数其他汽车制造商 而且质量也无法与其他高端汽车制造商相提并论 但是这几年情况有所好转 现在特斯拉可以以每年 100万辆的速度生产电动汽车 霍伯特迪斯苏呼知道 特斯拉在柏林超级工厂计划生产的细节 他对10小时生产一辆车的印象特别深刻 相比之下 霍伯特迪斯说大众在德国茨维考工厂的 每辆车生产时间超过了30个小时 目前他的目标是缩短到20个小时 但这仍然是特斯拉的两倍